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各位三知识 妙法联法经浦门评 现在讲到常文的第二番问答 就是佛的答复有别答 有总答 有劝供养 现在讲的是第一别答当中 就是通常说的三十二印生 三十二印的明目是出在楞严经 而楞严经们还没来之前 施泽大师的解释 是称作三十三生 或者是称作三十五生 那么我们现在是顺着这个经文 一样一样的说明 到了最后再来汇通这个三十二印的明目 上次刚刚开讲就是生文生 这个佛生 笔字佛生生文生的这个 这个叫做三圣生 这三种是出世间圣人之生 现这种生叫做三圣生 第一现佛生 这个上次讲过了 本来第二有菩萨生 因为现在观世音菩萨 他是古地菩萨 已经成佛了 为度众生方便实现菩萨生 他现在当体就是菩萨的身份 所以在普门品里 现在这一本 《邀请旧摩洛师三藏》所翻译的 没有说现菩萨生 但是前面《正法法经》里面 是有现菩萨生的 而前面的妙人菩萨品 也有现菩萨生 所以这个现菩萨生 当然是隋仲山的根基 需要现菩萨生的 他就现菩萨生 经文里面 或有或无 只是彼此互相隐略 总是没有 是包含在意义里面 有的是文艺结局 那么上次讲到彼自佛生 彼自佛两种呢 就是独觉 以原觉 出现在世间没有佛出现的时候 自己看到世间这个万象的无常变化 例如说 秋冠黄叶乐 春渡百花开 看到这种的无常景象 由此而开悟 正到彼自佛国 超出三件 断件事或断部分的残疾 喜气 那么正到这个彼自佛的国威 那就叫做独觉 没有听到十二因缘法 只是独自觉悟 那个叫做独觉 这里包含在第二彼自佛生里面 楞严经是另外分开来 独觉 圆觉 第二种圆觉 圆是十二因缘 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的法 由此修行而开悟的 那就叫做献圆觉身 就是圆觉 那么圆觉是听佛说的十二因缘 另外有一部经专门讲十二因缘的 有一部叫做十二因缘经 这个十二因缘的明目啊 在法法经前面画成一瓶里面 有详细列出来的啊 就是无明元行 无明是第一 行是第二 行元氏 氏是第三 氏元明色 明色是第四 明色元六肉 六肉第五 六肉元处 处是第七 处元寿 寿是第八 寿人爱 爱是第九 爱缘渠 渠是第十了 嗯 那么这是顺着这个四地啊 排下来 渠缘游 游缘生 生缘老死 有别苦恼 那么如果从老死往上推 推到无明 有十二中 嗯 那么这个 按照这个次序 上次是只讲这个 一念中具备十二因缘 便于一万 现在这里啊 是按照这个三四十二因缘 来做简单的说明 呃 来做人 那么按照这个十二因缘的次序啊 过去式的无明 就是啊 每一个人在这个八十田中都有这个无明烦恼的种子了啊 那么修了这个众人的十善啊 啊 那么戒善之类的有乐善法 那么无明原行 行是造作的意思啊 因为有无明种子生其现行就会去造作 造作什么呢 例如我们现在人生就是过去是造作了人的业 啊 所以无明原行啊 由过去是一切烦恼 嗯 这个叫做无明 而烦恼生其现行去造作人的业 嗯 那么这所造的业啊 就叫做行 啊 由这个行的圈银 千云尼就啊 因你的第八欧赖耶诗来生在人间 那就是第二啊 行原式啊 啊 无明原行是第一段了啊 啊 那么行原式是第二段啊 啊 就是由行的因缘 而 由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第八欧赖耶诗啊 来投胎的时候 那一念 投胎的那一念呢 那就是叫做是 啊 由过去无明行 两只鹰 啊 那么赶到这一生的 是 明色等的果报 那么这个是 就是 投胎了 投胎之后 在母胎里面 啊 那么成为这个胎儿啊 是 原明色 这个 第八呢 是投胎之后 在母胎里面 心理作用啊 只有明而已 在母胎里面 不会起作用了 啊 所以叫做明色 色 就是这个胎儿 胎儿 啊 那么 在母胎里面的 那父亲母胎 活成的这个胎儿 那叫做色 它这个心理作用 就是明 有明而已呢 它还不会 啊 这个动 啊 这个生起作用 诗原明色 是投胎之后 在母胎里面的 慢慢生长的开头 啊 明色 原六肉 就是在母胎里面 六肉就是六肝 六肝 眼儿鼻色生意 这个六肝 这个六肝 六肝 能肉 六肝 就是四身相位数吧 六肝 能肉 六肝 而六肝 也能肉 以六肝 迎这个 六肝的沉浸 到六肝里面来 生起这个六肝的分别 所以 明色 圆六肉 六肉就是六肝 那么就在母胎里面呢 慢慢这个眼儿鼻 这个六肝 就生长成就了 啊 在母胎里面 就六肝成就 六肉 六肉 远处 这个处是出世以后的事情了 啊 呃 胎儿十月满了 生下来 一生下来 就跟外境接触 啊 那么从此之后 大概两三岁的时间呢 呃 他只能接触外境啊 呃 他还不懂得受的争议 但是实际上 胎儿生出来以后 婴儿也懂得苦乐 他内心也有苦乐的感受 但是那种苦乐的感受啊 呃 那么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只称他叫做处 呃 那么处圆寿 寿就能接受外境了 能分别外境了 那大致是小孩子啊 到了五六岁的时候 呃 三四岁五六岁 他能分别外境啊 例如说 眼睛 看到外面的色 他会欢喜 会证悟啊 呃 那么耳朵听到声音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好坏啊 呃 他慢慢会接受这个 呃 接受这个外境 所以六根接受外面的六层 只接受而已 他还不会生起这个真正的爱念啊 bzw 实际上这个爱取有啊 是约众生的这个异性的吸引方面讲啊 小孩子实际上四五六岁 他对外面的沉浸也会爱 比如说小孩子 三岁小孩他都晓得爱钱 钱给他买的东西吃 他都晓得要 那么这个爱 不是指这个生死根本的那一念 所以他只说是受 受人爱的爱 这是大概人的十三四岁以上 十三四岁以上 接触到外境他会生爱了 那么这是指异性之间的 彼此互相吸引的那一种的念头 叫做受人爱 爱缘取 这个爱缘取的境界 大致是成人了 这个人已经十六岁 十七八岁以上了 他懂得这个异性的吸引的情况 那么彼此会想要取为 难为己有了 所以爱取有 那么所以取缘有 那么既然能够爱取了 那么他就会生起这个严重的贪爱心 而之为己有 那么有他就造业了 他就再继续造业 所以有又在缘生 有又在缘生 那么这个生啊 是后生的事情了 所以生老死 这两支啊 是后世的两支 那么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论三是 过去世两支 是因 无名原形 无名跟行这两种 是过去因 过去世的因 而是 是 名色 六辱 处 寿 这五支啊 是现在五支国 过去二支因 现在五支国 无名 行 过去是两支因 是 名色 六辱 处 寿 现在五支国 就是现在这一生 身在人间啊 接受到外境的五种果报 或苦或落 啊 那么现在五支国 爱 取 由 这三支 是现在三支因 现在这一生 作人当中 又在造业 又在造业 啊 对外境生贪爱 爱之就取着 取着一味即有 有 有 也就造成了 有 也就造成了 这个有 就是等于过去世的行 啊 那么 因此 再遭到来生的果报 所以 未来二支国 呃 呃 由缘生 这个生 是 来生 再转生的事情了 那么生缘老死 有生 必定有老死了 当然这一生也有老死啊 呃 现在是把这个老死 把它编到第三生 啊 因为你再转生 必定又有老死 那么这一生有老死 当然过去生 一样是有生有老死 所以我们众生啊 就是这样 生老病死 生 再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没有了其 无量进来 就是这样轮转不息 啊 无量进来 就是这样轮转不息 这就叫做流转门 流转门 众生轮回流转 就是由这个原因 啊 那么你一直无量进来 啊 轮回生死 就是由这个原因来 啊 因为有无名 根本问题就出在无名 因为有无名 那你一定就会去造业 那就有行 既然造业了 必定就会有四名色 六肉出售的 啊 所以这就是 中生轮回生死的根源 呃 你听到这里 必定会想 哎 老死是从生来的 所以叫做生缘老死 生是从由来的 所以由缘生 由是从取来的 所以取缘由 呃 取是由爱来的 当然是爱缘取 那么爱是从受来的 所以你会想 哦 那没有错 是受缘爱 那么受从哪里来 受从前面的处来的 所以处缘受 那么这样一直往上推 推到 呃 这个 是 呃 推到是 是从哪里来的 从行来的 由过去造了行的业 所以现在由这个 投胎的这一念事 呃 那么行从哪里来啊 行从无名来的 好 到这里 你就会再往上追 无名从哪里来啊 想想 无名从哪里来 哦 呃 唐朝 唐代宗 唐代宗的时候啊 有南洋惠中国师 当时称他南洋中国师 呃 他是参参开悟 有神通的 呃 他曾砍宴都过这个 大而三丈的 这个 呃 这个他行通 那个时候 唐代宗对于 南洋中国是非常崇敬 呃 当时朝中有一个宦官呢 于朝温是唐朝 唐代宗时代的宦官 就是皇门啊 呃 在朝里面的太监 呃 不过他狠的是 很有势力 呃 那么 他的势力啊 超过宰相 很厉害 呃 那么当时在朝中 大家都怕他 那么 于朝温他是不信佛的 他看到唐代宗 对于南洋中国师 这么崇敬啊 他心里很不甘愿 很不好受 那么意思 他总是老是想要 找个 找个机会啊 来给这个南洋中国师 下不了台的机会 要给他难堪 呃 那么有一天 唐代宗呃 请这个南洋中国师 呃 上座 说发了 哎 他说发 正是讲到众生 无名烦恼的 这个事情了 啊 正讲到 无名烦恼的死和外 于朝温当时就站出来了 他机会到了 我这一次要叫这个 南洋中国师 下不了台 呃 正在皇上面前 叫他下不了台 呃 这个余朝恩就站出来 呃 请问国师 无名从哪里来 无名从哪里来 南洋中国是毫不客气的 你这个东西 你没有这个资格问这个话 哦 这还得了 你想想 他已经是超过宰相的地位了 他的权势超过宰相 啊 皇帝都要听他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一个出家人 对他说这个话 他还说得了吗 他马上就连红脖子粗啊 啊 那不是 生大气 大发脾气了 呃 那么大发脾气的时候 呃 这个时候啊 他当然大发脾气 就骂国师了 呃 叫他下不了台 嘛 呃 叫他难堪了 呃 等到他正在翻弄的时候 呃 这个南洋中国师就告诉这个余朝恩 我告诉你 你不是刚才问我 无名从哪里来吗 就从这里来 就从你这个时候来 这不是无名就来了吗 呵呵 呃 你这个现在发脾气 不是无名来了吗 所以后人呃 发脾气叫做发无名 是从这个原因来的 啊 所以一般呃 发脾气啊 那就是起无名了 呃 实际上啊 平常你爱也是无名 呃 愿也是无名 一切都是无名 可是这个发脾气的无名 最显明了 呃 因此之故啊 一般呃 尤其出家众的习惯 现在好像这个习惯都慢慢磨灭掉了 哦 我从前还是年轻的时候 在山上经常听到啊 那些老修行说 看到有人发脾气 你又在起无名了 有说这个话 呃 你又在起无名了 就是发脾气叫做起无名 发脾气叫做起无名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 就是于朝恩 发脾气啊 那么这个中国是说哦 无名就从这里来 那么实际上无名从哪里来啊 因为这个十二英元是圆圆圆圆圆啊 又在造业 又在受苦 就是这样 祸业苦 祸业苦 轮转不息 无量进来 就这样轮转不息 所以叫做无死啊 佛法的佛经里面 叫做无死 呃 这个不能去找开始的 你找他从哪一天开始 找不出来 不能找他的开始 所以无名是无死的 呃 那么这个十二英元就说明 众生龙回生死的根源了 圆绝人 圆绝根性的众生啊 他的根性比较低 他就发现 哦 轮回生死的原因 就是从无名来 所以圆绝人修行啊 就是从断无名下手 断无名 先断无名 所以他是有反面门 十二英元的反面门呢 他无名灭 先灭无名 无名灭着行灭 行灭着世灭 世灭着名神灭 这样一直到最后 呃 生灭着老死 犹悲苦恼灭 你就把这个无名之根断掉了 后边十一只通通都没了 所以必须要从断无名下手 那么因此圆绝人 他比较立根 比生文人立根 他能从无名下手 先从极地下功夫 啊 断无名 啊 无名一断 见之祸断了 他就可以正到彼此佛国 所以圆绝人 修十二英元的反面门 正到彼此佛国 那么如果有众生 需要以彼此佛国的果地 呃 这种的阶位的 呃 这个身份 来度他的 那么观世音末山 就献这个 呃 彼此佛身 呃 所以经文说 呃 应以彼此佛身得度者 即献彼此佛身而无语说法 那么 如果需要以彼此佛的身份来度的 那么观世音末山就献彼此佛身 啊 说什么法 不能死板定论 这个跟没有妙音品就不一样了 啊 妙音菩萨品的现身啊 通通都是为了说法法经 不管他献什么身 他的用意就在说法法经 普门品 他既然是普门世线的 什么法都说 是完全应激于说法 献彼此佛身 可以说十法界法 法法皆说 该说什么法的 他就说什么法 该献什么身就献什么身 这样才叫做普门啊 啊 所以 因你彼此佛身得度者 即献彼此佛身而无语说法 无语说什么法 不一定 看情况 啊 那个时候需要用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这是献彼此佛身 三圣身的第二 第三 因你声闻身得度者 即献声闻身而无语说法 声闻 很简单的 就是闻佛四地的法 这个声音 而体悟道佛法 晓得知苦 断疾 木灭 修道 由此正道 欧罗汉果的 就叫做声闻人 声闻 闻佛四地声而悟道 啊 这种声闻人 根性是 他是超出世间的声闻根性 啊 但是他的根性 比起比自佛 稍微顿一点 所以 在二圣人当中 说他是顿根的 啊 只能断剑思祸 啊 以习没有力量断除 习气没有力量断除 啊 他只断剑思祸 那么他是先知果 而体会到因 所以苦疾灭道四地啊 苦疾二地 是世间的一重因果 灭道二地 是初世间的一重因果 啊 先果后因 就是声闻人啊 他知道这个苦果之后 他有追求这个苦果的因 因从哪里来 啊 所以 知苦而断剑啦 苦是果 极是因 哎 苦从哪里来啊 苦是因不有极地啊 极地里面就包含 祸一叶 祸叶 啊 就是这个无名 行 爱取游 这五只啊 叫做极地 极地啊 剩下七只就叫做苦地啊 那么在十二因缘就包含这个流转门就包含出世间的啊 包含世间的因果 包含世间的因果 无名 行 爱 取 游 这五只就是极地 极地啊 啊 而剩下还有七只啊 十二因缘的剩下还有七只剩下的就是苦地啊 那么 彼此佛人立根 他能够先从无名下手 断无名 就从极地下功夫 而生活人要先知苦 他根性比较顿 先知道 哦 世间这么苦啊 他深厌理性 哎 世间太苦了 我也出苦海 怎么样子超出 那么就研究这个苦的来源 就是因为有极地啊 极地里面就是急着招感义 啊 那么会招感到苦国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烦恼 烦恼会造业 那么有造业 现在才有苦国 所以知苦断疾 那么要断烦恼超出世间 要用什么方法呢 木灭修道 灭 灭地 就是偏真涅槃 就出世间当这个俄罗汉国的武生涅槃的果位 怎么样才能证到涅槃呀 要修道 修什么道呀 三十七道品 啊 那么简单说 就是生文人修的 啊 这个七方便 就三次三之量 四家型 然后就按照这个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啊 次序断私货 先修三之量四家型 然后到出国断建货 啊 三之量就是五庭新冠 别相念处 总将念处 这个叫做 外凡三之量位 啊 那么 这个 别相念 总相念 是由五庭新冠来 先修五庭新冠 啊 就是多摊众生 不经冠等 啊 那么 那么然后就修四念处的别相念 啊 别相念修成就了修四念处的总相念 啊 总相念处修成了 他就有力量按照这个四第十六行官啊 来修这个四第十六行官啊 啊 那么从这个呃三之量位之后的四家型位 四家型也叫做四上根 就是暖 顶 人 四第一 这四个阶位有修这个四第十六行官 人位修上下八地三十二行官 有三十一个简圆简形啊 那么修这个四第十十六行官 上下八地上二界也有四地 欲界四地就是上下八地 各有十六行官 有三十二行官 那么在这个暖顶人四第一 这四个阶位修这个十四第十六行官满了啊 最后啊 以八人八字断建货啊 建货顿断了就正出国 出国有顿断建货八十八十 然后啊 断这个私货啊 那么欲界私货有九瓶啊 前六瓶润一七身啊 六身的这个生死啊 后三瓶润润一身的生死 所以欲界的九瓶私货滋润七番生死 所以出国徐托元呢 他还要来七番受伤死 七身天上七身人间 然后才能超出三界镇欧罗汉国 那么等到把这个欲界的前六瓶的私货断掉了 就只剩下一番生死 那就二国正到二国叫做斯多汗 斯多汗叫做一来啊 一来就一来人间一来天上 那么他的烦恼就可以端了 嗯 那么最顿根的也可以正到三国 利根可以正到欧罗汉国啊 那么三国就是把欲界的私货断尽了 那么升到世界天啊 有五不还天 五尽之天 有生文人啊 三国圣人所住的 就是四禅天在望上的这个五成天 善见善献无凡无热 啊 十九尽天 那么他这个三国把这个欲界的私货断掉之后 次地断这个世界的啊 这个四禅四地啊 这个每一地都有九瓶私货啊 再往上断这个五生界的四地 每一地都有九瓶私货 所以三界九地地 天地的地啊 徒地的地 不是四地的地 不要搞错 这个同音字啊 有的时候会搞错的啊 有三界九地 我们平常念的四身九有啊 九地就是九有 有轮活有生死啊 世界有四地 无世界四地 每一地有七 九瓶的私货 八九七十二瓶啊 那么九九八十一瓶的私货断尽了 就正俄罗汉国 正俄罗汉国就是生活人的最高的境界啊 就是三界的见识货的烦恼种子完全断尽了 超出三界正道 欧罗汉国 这些道理详细啊 在这个四教仪 四教仪 藏教的行为 修行 结尾当中啊 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 就得去研究四教仪 另外有四教仪的录音带 可以去听听啊 这里不能细讲 那么就把这个声文的结尾 有三之量 四家型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美国前面有个像 出国像 出国 二国像 二国 三国像 三国 四国像 四国 这个叫做四双八倍 四双八倍 有四国的结尾啊 正俄罗汉国就是生活人的目标最高的 就达成他出世间的目的了 所以生活人的究竟目标就是断剑思祸 正偏真涅槃 那么主要就是深厌理心 跟菩萨道不同的地方 他只深厌理心 觉得这个世间可怕 观三界如老鱼 世生死如冤家 他看到这个三界 遇见四界 五世界好像是坐牢一样 他赶快要出去深厌理心 看到这个轮回生死的苦恼啊 好像看到焉家一样 他很害怕 那么因此如果不发不理心 就成为定性生文 假如有一类众生 他需要以生文生来得度的 那么菩萨就现生文 无论是出发性的生文人的比丘 或者是一直到正俄罗汉国的 欧罗汉他都可以实现 那么三自量四家型的 这个外凡内凡的七方便威 也叫做七显威 那么四国四相的四双八贝的结威 他都能实现 那么该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这就叫做现生文生而为说法 前面叫做这个妙音篇叫做现行 这里叫做现生 意思相同的 行也是身 身形 身体的形象 这是指的身体 前面指身的形象 就指这个身体现象 现出这个身份来呀 说法度这类根性的众生 这就叫做现三圣身 菩萨也包含在内 如果加上菩萨就四圣了 出时间四圣结尾 是不是会想爱困了 我来说个故事好了 我在我们历史上 在中国的习惯上 有这么一个记载 传说有这么一回事 说是南海葡萄山 它的山门永久不开的 前世山门永不开 我没去看我不知道 有没有开 现在有没有开 我不知道 从前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普济世 前山的这个普济世 这个大世的山门 是不开的 前世山门永不开 它为什么不开呢 有原因的 就是观世沐山 世线游戏山脉 到了这个天台山去 它到了天台山 天台山 浙江的天台山 有五百欧罗汉 五百欧罗汉 都是正四国的欧罗汉 有五百位欧罗汉 住在这个天台山 在那里游化 那么有一天 观世沐山到了天台山 到了天台山 那么那五百欧罗汉 是主人 就招待观世沐山 大菩萨来了 到我们这个山上来 大家招待他 那么这个观世沐山 在山上就完了几天了 再看看山上 有一天他们跟 这个观世沐山 跟五百欧罗汉 就在这聊起来了 那你们这山上 那样样都很好 大殿也很庄严 就是少一只塔 没有宝塔 就缺少庄严了 假如你能建一个大的宝塔 在这边 那你这个山上 就更庄严了 这是观世沐山在说的 那么五百欧罗汉 其中有一位就说 它固然是有需要了 但是它还不省重要 我们这后边山 有一个千丈癌 千丈癌 一千丈很深 很深的 这个两边的山很高 那么从这边到那边山去 要绕一个大圈子 下到山底下再绕过去谷底 再从那边上去 好多好多时间 那么老百姓上下很不方便 如果能够从这边的山 到对面的山 这个千丈崖的中间 能建一道桥 做桥最久 那是最重要的 比这个塔还要重要 关世沐山 那就这样吧 我们 你五百位 我一个人 我们彼此 一个人做一样东西好了 给山上 来庄严庄严 那就问五百欧罗汉 你们大家喜欢做什么呢 他们想想 我们五百个人 建塔比较方便 我这个宝塔 由我们来建 那你关心不上 你的神通广大 那你建筹桥好了 那关心不上 好好好 我来筹桥 那么今天晚上就说 不能等到天亮 如果坐到天亮 没筹好 就要受处罚的 好吧 天一黑 这些五百欧罗汉 就大显神通 搬砖的搬砖 做他的 这个阶的阶 弄的弄 那么五百欧罗汉 整个洞起来 这个搬砖的 他好像飞人一样 飞来飞去 很快 一下子 一下子就上来了 好多砖头都搬上来了 那么接着接 很快就接起来了 等到四根 古代是没有始终 看到四根 官司公司就旁边 在一直看他们见他 快要见好了 他的他快要见好了 甚至要剪 那个顶端 一段还没见而已 官司公司一直想 不对啊 我在这里 看他们见他 那我得瞧你 我的瞧还没见呢 那等会我 瞧见不好怎么办呢 好好 剩下他们 那么一点点 我就来见脚吧 那么官司公司 献过神通 从这边山脚 山顶呢 站一个脚 一个脚站到 对面山的山上 有两个脚这样 岔开来 那么这个 站在两个山头上啊 就把这个手啊 两边都是石头嘛 很奇怪的 这个石头到了官司公司的手里 好像面粉做的一样啊 嗯 跟人家似的 他两个手 这边抓一把 那边抓一把 一抓来抓到中间 一捏 好了 好了 不到五分钟 他的桥就见好了 啊 这就现在有名的 天台山的石梁桥 石梁桥 那石桥啊 那简直是 做的天衣无缝啊 啊 这个两边的石头 这个粘起来 这个中间还有一点点 这个粘的地方 还能看得到 哦 那么 人就可以通过了 可是这个看起来很可怕了 哦 就是一个一条桥啊 哦 石头两边粘起来了 哦 呃 所以后人呢 看到这个石梁桥 也叫做 简单叫石桥 有很多人做诗啊 啊 天台山上有很多 这个天台的 这个石梁桥的诗 我看过很多这个很好的诗 嗯 那么这个关西木桥把这个桥做好了 他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 回头一看啊 哎 这乌鲁汉他 这个 这个 他的肩 肩的那个最上一段啊 还没建好 还剩下一点点 就是 呃 中间还有个洞洞啊 可以一直看到下面 还没建好 还没建好 他不能让他建好啊 如果让他建好 就没有意思了 他 关西木桥就在山的旁边呢 在做鸡叫了 咕咕咕 鸡叫 呃 对 对 这乌鲁叫 就是天亮啊 给台啊 给台又天光了 哦 那么关西木桥在旁边 在做乌鲁叫 咕咕咕 哎呦 乌鲁叫 糟了 天亮了 天亮了 这个五五五五五五五六汉都是 讲信用的 讲信用的 哦 一听到这个乌鲁叫 他们就停下来 不做了 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天亮了 天亮不能做 因为大家都就越好了 等到听到乌鲁 天亮就不能做 啊 不能做 停下来 停下来就剩下那个塔天 最顶最高的那一个洞啊 没有盖 没有盖 没有盖就变成通天塔了 所以那个塔叫做通天塔 通天 为什么 从下面望上看来 一直看上去 通天塔 都沾砖头 砖头很怪啊 大大小小 黑黑白白 轰轰 什么样的都有 呃 最奇怪的就是 那天天亮啊 天台山山下的人啊 在早上起来要烧饭了 你烧饭这个火柴一烧啊 这个烟不会出去了 烟啊 烟没不出去 都跑到屋子里面了 呃 奇怪了 今天为什么这样啊 跑到外边一看 烟窗整够掉掉了 没有了 银档啊 弄弄弄弄弄弄 啊 为什么他的 他那个烟窗都是用砖 用砖去结的 都是砖的 我们厨房也是啊 好在乌鲁还没有来搬就是 我们的这边还存在 他把这个舞台山 天台山山下的那些老百姓的演党啊 通通把他撤掉 搬去做这个 做通天塔了 所以一家发现这种情况啊 大家都出去看 每一家都是柔车 通通都一样 因此这个天台山下的那些住家啊 都没有 没有烟窗 没有磨烟挡啊 哦 呃 为什么呢 呃 后来就很奇怪 为什么家家都一样啊 呃 那个 做烟窗的那个 呃 砖都搬光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大家就到处去找啊 究竟一个晚上整个呃 烟窗都没了 呃 这个砖是搬到哪里去啊 大家去找 找到山顶上 国庆市 呃 发现国庆市一个大塌 呃 这个大塌呀 那个砖都就是 养党啊 有的黑黑 呃 有的砖大小 哦 那个错来错去很奇怪的 那种怪样子现出来 哦 原来是 那些俄罗汉把我们的砖搬来做 呃 做摊了 后来天台山下的人啊 啊 他的厨房就没有砖窗了 没砖党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这个俄罗汉就把他搬去了 啊 宁国就不要接了啊 不要接了 不要接了 审得他来搬 那么 那么 因此 这个 这个 关西姆斯的游戏山脉在天台山 彼此啊 表现神通的伟丽啊 结果 俄罗汉还是输掉 还输掉 为什么 天亮了 最后那个最高的那个他接纳没有做好 结果就输了 关西姆斯的桥是整个做好了 没有问题了 那么 因此 这个 伍白欧罗汉收掉了 呃 好像没有面子嘛 然后我们到 伍到葡萄山去 就跟他玩一玩 嗯 那么 因此 这个伍白欧罗汉就到这个 呃 葡萄山来了 那么伍白欧罗汉来 他怎么样子玩这个葡萄山呢 哎 他有他的一套啊 他就是用吃的方法 他就像 出家人嘛 呃 等到过堂吃饭的时候 这伍白欧罗汉都限制 这个比丘生都来过堂吃饭 哦 他的肚子放的好大好大 比米勒佛的还要大 呃 那么 这个吃饭吃得很快很快 在厨房里煮饭了 来不及 呃 他五百人吃掉五千个人的饭量 一个人吃十个人的 他厨房就没有饭了 没有饭这个 在场里那些欧罗汉的发生的那些比丘啊 就就吵啊 呃 你们不多 他为什么没有饭吃啊 呃 没有给我吃饱啊 不吃饱我就不走 呃 哦 那里面有那个饭头是说 啊 我今天不知道你有这么多人来啦 很对不起 我我我明天 明天一定给你吃饱啊 那么你就等在这里吧 明天中午一定给你吃饱 明天大家就打算怎么办啊 他这么会吃五百人吃五千个人的饭 那明天不准备五万个人的就不够了 哦 那么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烦恼啊 怎么办啊 呃 明天十月不敢去煮饭了 呃 有一个呃 那个老星星出来了 我来煮 我来煮 你们没有力量 我来煮 那么他就发生去当饭头 他这个一煮啊 这个饭锅里面自己会出饭的 啊 不用煮他就来了 好 那五百人就进吃吧 看你能吃多少了 啊 进吃 吃 结果吃了一个人吃几十个人的饭吃下去 饭还是一直来 呃 因此 这个饭头是就有面子的 有面子的饭了 他吃不完嘛 哎 你们放多进吃啊 把肚子进吃 我里面的饭还很多 结果啊 那五百人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饭吃完啊 呃 结果就 我们不敢再吃下去了 吃不下了 吃不下 只好啊偷偷摸摸地往前门就走掉了 那五百人的饭走掉了 呃 那么个厨房的饭头是就跑出来了 把门关起来 不要让他带进来 呃 从此之后 呃 前四三门涌不开 那么那个煮饭的 煮饭的那个老修行是谁呢 就是观世音乐在发生 呃 这个中间有一个呃 传说的故事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不得而知 我这里讲的 就是这个 祖云法师的所所所作的书里面也有记载的 有一种啊 是说观世音菩萨正在煮饭的时候 他们这个欧罗汉吃不完啊 吃不完 有个欧罗汉去开他的玩笑啊 他抓一把沙呀 丢到他的锅里面去 丢到他的饭锅里面去 让他煮出来不能吃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实现的这位饭头师啊 他知道被人放沙了 他就用这个呃 这个手指往里面一一擦 一擦 擦了一个小洞 擦了这个锅的小洞啊 沙会漏下去 饭不会漏下去 呃 漏沙不漏米 叫做叫做漏沙锅 漏沙锅 说是还保存住啊 呃 这个话我是在还是十几岁在做小孩子的时候 听一个老前辈讲的啊 我这是我加进去的啊 一般著作里面是没有看到 说有这么一个一桩事情 观世音菩萨实现啊 他煮饭饭一直来啊 那么他丢沙 把沙丢进去 他用手指插到里面去啊 那个沙会漏下去啊 迷不会漏下去啊 漏沙不漏米 有这么一个一桩事 这是什么把它啊 配合起来 那么这是一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的游戏神通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普济师啊 前十三门涌不开 不开的原因 就是这个五百欧罗汉吃饭真的太厉害了 呃 吃那么吃不完跑掉了 跑掉就把三门关起来 不让他进来 呃 所以 呃 虽然不进来 他还是在葡萄山晚了 在葡萄山里面有好多这个奇奇怪怪的出家人啊 化缘的 什么样的都有啊 有的残废的呢 有的眼睛看不到的啊 奇奇怪怪的怪样子都有 那都是那些 我天台山的五百欧罗汉 化身在山上啊 在哪里 呃 这个 开的这个玩笑 呃 所以事实上有这么一句话说 活上不作怪啊 宰主不来拜 呃 这葡萄山的那些活上作怪啊 他们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 他们也在 在打架 呃 有一次啊 这个做大官呢 到了葡萄山 呃 看到两个活上在打架 呃 这么坏 打架 打架 我们把他杀光 呃 准备要杀他 呃 看看 他们两个打架 越打越高 越打越高 呃 两个脚子挺腾空了 呃 一直打打到天上去了 后来看不到人了 呃 原来他们打架有这么一套啊 打上天了 呃 再出不大来 呃 呃 不然没关系 听经就好了 呃 那么这是说 呃 把这个世间流传的 呃 好像有点神话了 呃 那么 有没有这个事实 我们不管 不过 菩萨 阿罗汉 这种游戏山脉 是有可能的 是办得到的 不过最特殊的 呃 天台上的那个石梁桥 一直保存 呃 假如 完全是神话的话 那么这个石梁桥 谁能建啊 你想想 谁有这个力量建 呃 深坑那么深 呃 那么两半三那么高 呃 一个石条这样建起来 是人的力量 绝对不可能的 这菩萨的神通视线 是有可能的 呃 三圣神说完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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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华博账号 504444468 504444468 复明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那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求佛节这一行人 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啊 最后终于在阿底下尊者66岁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1047年的时候 一行人马到了前藏 抵达了这个三耶寺 那么在三耶寺呢 求佛节就感到比较放松和踏实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佛节在三耶寺发现 四中收藏了许多梵文的典籍 尤其是很多的密序文献 他说 从前我认为 自己看过所有的密序典籍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密序 的典籍果然是浩瀚无边啊 总而言之呢 由于这些佛像和藏书的这个关系 久佛节格外的喜爱三耶寺 也特别希望可以一直想住在那 总之呢 久佛节在三耶寺的这段时间 有的时候呢 翻翻那些藏经阁里面的这些备业经 有时候呢 转绕啊 寺院 他曾经告诉身边的人啊 印度发生过三次火灾 烧掉了不少经书 所以呢 很多经书在印度都已经失传 但是呢 这里都能见到 所以后来呢 他召集了不少弟子 把大部分的经书都重新抄写了一份 送去印度 那么 也就在这段时间啊 我们对吧 恳请 久佛节可以尽早的启程前往灭堂 但是呢 久佛节却说 这里有太多珍贵的佛像 佛经 各种所依 实在难得 所以呢 他想留在这儿 不想走 而且呢 当求佛节看到 这么多珍贵所依之后呢 心中不有的赞叹啊 曾经那些藏地的赞部们 能够如此尽心极力的 尽力的去弘扬佛法 尊者对此呢 一直赞不绝口 说藏地的赞部都是菩萨 我是由衷的感到随喜和赞叹 而那个时候的这个藏地呢 自从两百年前 吐蕃王朝瓦节 赞部的后代也是随之没落 甚至呢 很多后人呢 都沦落到卖酒打鱼的境地 所以呢 只要听说是赞部的后代 九五节都会倍加恭敬 因此呢 百姓们也纷纷说道 连九五节都这样尊敬他们 我们怎有不敬之礼呢 所以呢 渐渐的 这些后代 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声望 也是逐渐的改善和提高 那么当时整个这个三叶地区啊 都是有一位叫做菩提扎家的大人 来管辖和治理的 他是赞部的后代 具体来说的话呢 是永丁的后代 这个人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 就是詹姆丁巴给魏藏头头脑脑们写的信里面 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可不是什么等贤之辈啊 他的后代里 有很多位 后来都成为了 噶丹派里的大师级人物 不管怎么说呢 九五节住在三叶四的这段时间 菩提扎家都是作为功德主 负责照顾和安排军者等人的饮食齐居的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跟菩提扎家非常亲近的女人 心怀婆策 找了一群小朋友 先是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然后呢 红片的 交给他们一首歌 歌词的大意识 班之大不讲法 医师不翻译 阿底下尊者不离开等等之类的话 但是呢 这些小朋友哪里知道这些歌词什么意思 总之呢 有一天 九五节在绕这个三叶四的时候 就听到这些小朋友们唱着这首歌 于是呢 马上说 是非之地不亦久留 看来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于是呢 他决定立刻动身 马上离开 他就跟转敦巴说道 又菩萨 我们现在就走 转敦巴一听呢 马上就烧信 给正在捏汤等消息的庞敦 不过几天的功夫啊 宝敦就派来两百多人 多人 到这个三叶四迎接九五节 于是呢 这几百多人 这几百多人就这样就出发了 因为在魏藏地区的这段时间啊 九五节一行人也去到过很多地方 所以收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供养 供品 其中包括很多牛羊之类的家畜 他们一行人赶路的时候呢 就赶着这些家畜一起走 沿途的这个百姓们呢 看到这么多家畜 纷纷讨论说 九五节也太贪洒了 什么东西都要带着 这么多牲畜 都要牵着 甚至呢 连这个九五节 自己的队伍里面的侍者都说 这么多家畜 为什么都带着 不如卖掉算了 然而呢 九五节却说 你们一点责任性都没有啊 难道你们会卖掉自己的父母吗 所以就这样 尽管呢 人们议论纷纷 九五节呢 仍旧坚持不卖掉任何牲口 而且呢 都对他们好生照顾 后来呢 九五节呢 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 不离不弃 直到途经圣地查叶巴的时候 因为那里呢 就是好山好水啊 绿草 阴阴 才把这些这个牲畜了 就在那里全部放生 下来一遍 一遍 请不吝点赞 陈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